林科满星深渊双人挑战赛 第21天 追落林尼卡池关闭前挑战武器池 拿下林尼专武 常驻再报天空之一 协议大包底在林尼卡池结束前 拿下了林尼 但是协议的常驻池出了提纳里 这对协议当前的阵容搭配毫无提升 我们先来看看两人的冒险等级 追落的冒险等级达到了49级 协议的冒险等级48级 还差一点也能突破49级 两个人角色方面 追落的角色数量仍然是碾压协议的 协议UP池的小包底出了莫娜 常驻池出了提纳里 这两个角色对协议的配对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追落在出了林尼之后 小包底再次获取叶兰之后就没有抽了 追落选择搏一搏武器池 在武器池第58抽的时候 出了金给了林尼的专武 追落常驻池77抽出了金 给了天空之一 但是追落他是先出天空之后 再去拿的林尼专武 其实秘密个人感觉 林尼拿天空之一这把武器 打深渊的强度是足够的 完全是没有必要抽专武啊 这个武器的包底不如去搏一搏角色 多一个角色的收益 远比出专武要强很多 何况林尼拿天空之一这把武器 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把天空之一给叶兰 叶兰在不配双水的情况下 充能也是一个大问题 协议UP卡池在歪了莫娜之后 他的大包底给了林尼 使用了75抽 协议常驻池74抽出金 但是提纳里对协议几乎是零提升 这是追落的地图探索 须弥开了不到一半 其他地图全开 成岩巨猿开了三分之二 冤下宫没有开 协议之边的地图状况 须弥还差一个地图没有开 到期的贺关还没有开 其他全开 成岩巨猿全开 冤下宫没有开 我们来看看追落的角色练度 林尼80级 专武也是来到了80级 圣语UP他配的两主影加两魔女 这个搭配也是比较不错的 天赋升到了766 林尼这个面板的前中期 已经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了 林尼特也来到了71级 拿到50级精二级礼剑 等一物随便配了四通套 四命了 天赋还没有升 追落选择培养了托马 托马来到了80级 看来追落是想林尼和托马配一个队 班尼特80级也是稳定同步提升 追落这里提升了巴巴拉 但是秘密暂时这里猜透不了他的意图 有可能是想打一个中门 逃主也是稳定同步提升 其他角色追落培养的比较杂 暂时看不出来追落的培养意图 老爷倒是放弃了培养 我们再来看看协议这边的决策培养进度 林尼也是来到了80级 他的武器拿的是四星 静谧之曲 同样他的武器也升到了80级 生意乌搭配是两剧团加两剧元 天赋763 这是他的面板 面板还是不错的 夜兰的等级也是80级 武器拿到80级精一的西风猎公 生意乌目前选择了两剧元 天赋167 这是夜兰的一个面板 面板不是很强 林尼特也是来到了71级 武器拿的70级的西风剑 生意乌佩戴的四风套 不过协议的林尼特达到了6名 这个6名的林尼特是有一个质变的 协议也是培养了主角 选择的草主 生意乌佩戴的四草套 天赋还没有升 看来追落和协议都想打一个草主的主门啊 协议前期选择的丽莎 给他堆了精通 精通有419点 等级提升到了60级 协议的行秋也是培养到了60级 武器拿的纪理剑 生意乌佩戴的两绝元加两效官 天赋124 这是面板 相邻50级 但是还没有培养起来 天赋面板都不是很好 协议的班尼特是跟随着大部队提升 武器还没有强化 生意乌佩随便带的都是 其他角色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追落的背包 这是追落的武器库 不对 这是欧皇的武器库 268本经验书 脆弱数值全部用完 我们来看看协议的背包 这是协议的武器库 263本经验书 催落数值也是全部用完 我们来看看追落的深渊情况 追落深渊达到了11层 11层全部满星 12层还没有开荒 深渊的进度已经非常恐怖了 我们来看看协议的深渊进度 协议的深渊进度 达到了第9层第二间的满星状态 第三间还没有打通 单看当前的深渊进度 追落已经甩了协议两条街 好了这两个人的林科深渊满星挑战 还在进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们两人的账号 还会有什么样的提升呢 大家跟着林秘秘一起拭目以待吧 我们下期再见